另外2024年第七届美国新光青少年才艺大赛钢琴决赛专场 日前在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行 本次大赛由美国J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和美国舞蹈家协会共同举办 美国各地百余名怀揣音乐梦想的青少年踊跃报名 经过激烈角逐 40多名佼佼者成功挺进决赛 来自纽约 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等地区的青少年选手们齐聚一堂 用灵动的手指在黑白琴剑上舞动出最美的旋律 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实听盛宴 大赛创始人美国J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总裁崔大卫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举办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的各项赛事 他表示 星光青少年才艺大赛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赛事 今年已经是第七届 大赛涵盖了舞蹈 乐器 声乐 语言及综合性才艺展示等项目 为全美的青少年儿童设立了一个展示自我才能 放飞才艺梦想的绝佳舞台 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幼儿组 儿童组 少儿组 少年组四个组别 比赛邀请到了钢琴教授林蒂华 旅美爵士及拉丁钢琴家刘东峰 钢琴博士及诗内乐演奏家梁亚迪 三位专业人士担任嘉宾评审团 评审老师们对选手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经过两个小时的角逐 Avy Jan获得了幼儿组金奖 David Yao和May Lee Chang获得了儿童组金奖 Alwin Cao和Aileen Tai获得少儿组金奖 Alexa Fong和Laurence B获得少年组金奖 Helen Hua和William Hua获得四首联坛金奖 这些小选手们将登上10月12日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 参加星光璀璨音乐会 本届钢琴比赛专场的网络评选活动 有三位优秀的选手分别获得全网超人气奖 分别是人气继军Cicely Zhang 人气亚军Justin Zhang 道林 和人气冠军Jeffrey Chen 出席活动的特邀嘉宾 包括樊登读书讲书人刘薇薇 Lingo Ace纽约商务负责人李林 以及法拉盛吊车公司总经理Kevin Zhang 彭王卫视总统报道